也不传外 就是他不办课 你谁来也不教 花多钱也不教 李老师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腰大肌 之后做做旋转之后 啪扭伤 之后扶着腰去 啪到小黑屋里 到大嘴 啪嗷一下他 啊一声 起来出来 好了 只能治疗50% 因为是腰大肌损伤的问题 别的问题不好审 哪里疼痛 这哪里没问题 他你要找到他 真正是有疼痛点 他是腰大肌 你抓白护所 好吃 以后会讲到小转子 对腰痛治疗百分之 大部分现在的人 90%的概率 一个小转子 按完90%的概率 都会起来很好 这是我们的腰大肌 和卡腰肌 我们弯腰疼痛 他们会主动收缩 之后他在 我们的腰椎固定 看我们的腰这样 不光是后群的树脚肌 在固定你 前面呢 这个电线杆呢 肯定有四个角度去固定 我们都在去找 后背的疼痛 腰疼都在找后边 侧方向肌肉 弯腰疼痛 之后 腰方肌 是非常重要的一块肌肉 它整个掌握你 侧方向的稳定 为什么没有腰大肌呢 没了 没了 有毛病啊 干呀 腰大肌 我们挤住前群固定 挤住的肌肉 就这么一块 就这么一块 腰大肌 长在十二类 一直到骨骨小栓子 它稳定的是你骨盆前 挤住前群的肌肉 它的缩短会让你 中间的缩短紧张 会让你挤住 往前 趋度过大 它上面的缩短紧张 会让你腰椎变直 所以你的挤住的问题 腰椎的问题 我们大部分都会去松解后边 脖子我们能找到前面的 腰前面在这里嘛 腰的前面在哪里啊 我们还在认为腐植机 外边的腐植机 腐内外斜机 再去看这些 深层的 我刚才做的 就是深层的 很深 上面是脏腹 下面 上面是肠子 下面才是它 肠子我们去按 不会按到肠子 也不会把它按坏 只要你是这种说法 你别这种说法 这样按下去 它是 这样按下去 它肯定跑不了 你这么按下去 它的肠子是游离的 扎针灸 根本就扎不到肠子 做风格 睡着了 扎针灸 根本就扎不到肠子 所以 大部分肠子 都是游离的 它外边有个肠系统 大网子 里边还有肠系统 再保护它 所以你去按它的时候 它会跑 所以你按的时候 直接就按到标记 肠子会躲开这个 对 肠子会躲开 一般我们去 做的时候 它都会是跑的 为什么 因为肠子怕疼 这个还真不知道 没有去 真正去研究过 但是肠子 你扎针灸 肯定会扎到这些 长大网膜 长细膜上 但是扎不到肠内 不知道为什么 身经 血管 我们去扎针灸 它都会跑 游离的 你不会去扎完之后 真正刺到它血管 除非你非常快 点进去 只要你透皮一下 它就跑了 所以你再进去 都是肌肉 它肌肉的收缩 会产生组织液的流动 我去学历学 他们讲 挖掘机 用液压的能力 去挖东西 完全没有支币 支币只是一个东西 它是靠液压 是吧 是靠液压吧 液压 液压 它那个有个管子之后 靠气和里边的油 来去压 千斤顶 就是车的千斤顶 我们的肌肉收缩 会让组织液产生 液压能动 所以你的有些问题 不通畅 肌肉收缩 就会让你压力 有的时候我们打拳 打人 这个 打人的这个状态 40%是你肌肉的发力 你肌肉的收缩 会让你组织液 迅速加强 就产生一个压力 所以你这个拳出得非常快 打人很快 它练的是你肌肉收缩能力 你打你这个拳的速度 取决于你肌肉的压力和压强 让组织液能够里边的水液 像液压一样 这是液压学去讲的 但是用这里 用肌肉的收缩可以考虑到 所以这些问题都会存在 腰大肌很重要 我以后会教你们去 怎么去做腰大肌 这个腰大肌对腰痛解决50% 还有一部分腰痛 还有一部分腰痛 刚才我们看 囤肌和上表链是有这个的方向的 是吧 我们大部分有些腰痛 腰肌膜这块痛 这痛 都是这痛 还有屁股痛 我们可以去找 这些肌肉和这些筋膜是联系 你看这个腰大肌到这 不是新建了 这个白色的虽然叫筋 但是它是被一个筋膜包裹 这块是膜指向这的 在这个图片只能看这 我们去做人体尸体解剖 真人 打开之后 那块就是一个薄薄的膜 指于那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 现在都讲到黎壮基综合症 是吧 黎壮基长在我们的尾骨 叫底骨 底骨的内侧 它是从这进去的 那很多 现在条根底啊 条脊椎啊 尾骨就像 它是我们挤住了 一个头 掉过来看 这个像不像一个舌头 一个舌 这个头 舌 这个舌头 如果舌头往这边摆 身子往这边摆 就往这边摆 舌头往这边摆 身子往这边摆 所以有些很多人 认为几柱侧弯 包括几柱弯曲 包括几柱错位 它跟它舌头的方向去指向 没有关系的 条舌头 他们用正骨的方法也很快 但是主要能拉动舌头 去歪的肌肉是在这 黎壮基 它有两个卡牙 这块是坐骨神经下来的 这块黎壮基 这个位置 闭孔内基 这块去出来的是坐骨神经 所以大部分有些脚麻的 腿麻的 这是一个神经卡压点 卡古 一 二 三 就是第五颈椎 我第五腰椎 第四 我想想 你明白了 里边是三 中间是四 外边是五 就是它神经走向 就是会产生腿后麻 前麻和小腿麻 但是黎壮基卡牙是腿全麻 它会卡牙神经 所以这种是假性的腰肩盘突出 在现在 所有运动康复 包括骨科去学 骨科里边去讲 腰椎肩盘突出能引起腰椎疼痛的 只占到百分之一 就一百个腰椎肩盘突出 引起的 它还伴随有麻 肝 所以腰椎肩盘突出能力 没毛病 它不是腰椎肩盘引起的 它是肌肉卡牙神经引起的 上我们讲就是 肌肉收缩会产生 肌缩之后它会肿大 之后它这块会有扳基点 会有损伤的位置 它就会变大 变大之后 它会僵硬 不光是它中间穿梭的肌肉 这个穿梭的神经 它在肌肉内 还有坐骨神经在做 我们不要去考虑 真正说现在去讲神经 当然 有老师在讲 它不光是卡牙这个神经 它肌肉内穿梭的神经 也会卡牙 所以 有些你治疗腰腿疼痛的 治疗尤其是腰痛的 百分之九十是我们的菜 只要它没有股性的问题 它的锥肩盘 不是那种 锥肩盘突出 来 我们要问诊 第一点 麻将的流行 考虑是不是我们的问题 首先 麻将让它弯腰 能弯下去 我们看它腰椎的曲度 这个会看吗 腰椎的曲度像我这个曲度是 这样是过大的 是吧 这样是腰椎变直的 是吧 就是你摸它的屁股 和它这块它有没有凹陷 正常都会是有凹陷的 只要它曲度过大 曲度过直 都可以 没有问题 它尤其曲度过直 它只是腰痛 它麻将感会很小 它压迫 椎管内的神经 会很小 但是曲度过大 产生的椎间盘突出 会很大 就过头曲嘛 就是它这个人都这样了 就是腰都进去了 就这样了 就是一摸之后 一个大深坑 就是腰都过曲了 小心 这来这个绷绷直的 只要臂往后再攻的 像我背这样的攻的 看背吧 我这腰看着 只要是这样的 是曲度过大的 是吧 只要这种曲度过大 它一般弯腰都会疼 仰腰更疼 曲线盘在这里面 你仰腰的时候 这边你像气球 这边压住 它这边会鼓个泡 那泡往哪边 哪边压力大 泡往斜向方向鼓 是吧 抓气球抓过 一抓这边 鼓鼓起来了 是吧 你想这边压力大 曲线盘从这出来 所以 哇 曲度过大的 小心 变直的没问题 尤其曲度变直的 一次就搞定 就搞定它曲度 鱼状肌 记住了 最重要的地方 吞中肌 吞小肌 有些人走路这样 水蛇腰啊 两边骨盆 稳定骨骨 骨骨横向的肌肉 能够牵拉股 就是吞小肌 吞中肌 这两块肌肉 无力 会让它感觉 骨盆开始牵动 今天不断 也是这样的问题 这个肌肉 吞小肌 吞中肌 它是这么长 你看我们的骨骨啊 能够固定它的 横向的肌肉 我们上次讲到 肩胛 横向的肌肉 叫肌肉的目击次序 我们再做 前进 侧退 先 横向的肌肉收缩 把你的骨骨 稳定在骨骨窝里 纵向的 轴向的肌肉 才会收缩 这叫肌肉的目击次序 我们肩周炎 冻结肩 你只要抬手 横向肌肉 先把你 公骨 拉进窝里 别按出来 换脱位 你才能做运动 横向的肌肉 无力 拉不动了 你再做 赶上肌 先收缩 让你 这个公骨 到上面来 撞上 你再一动 就叫 先锋撞击症 骨骨 也是一样 横向的肌肉 有些都是 横向肌肉无力 造成骨盆 倾斜 骨盆 歪行 所以 鲤状肌 臀小肌 臀中肌 很重要的 恰外三 就是 骨骨 外旋的 三块 重要的肌肉 臀大肌 非常重要 翻身疼痛 这人往上一躺 我翻不了身 我只要腿一抬 就躺 你就可以 就是臀大肌的问题 这个人 弯腰 坐 时间长了 疼痛 一般是 一段几个问题 走路 行进过程中 疼痛 一般是 臀中和臀小的问题 不需要记住 看明白 这个肌肉 怎么长的 它是怎么 分层的 就可以了 一层一层的 这是臀大 把臀大 撇掉 可以看到 这没撇掉 这是臀大肌 这是臀中肌 你把臀大肌 拿掉就这样了 这臀中肌是这么大的 长得它下面的 你把臀中肌再拿掉 我们可以看到 臀小肌 它是分层次的 所以一层包一层 深层的肌肉是稳定的 外侧的大肌肉 是运动的 运动的肌肉 会产生疼痛 深层肌不利 所以有些人的腰痛 一是肚子的问题 二是屁股的问题 九座 会引发臀肌 全部无力 这些肌肉都没有劲 因为它不会固定你 鼓鼓让你去走道 所以它产生疼痛 很多 大门九座的 全是这横向肌肉的无力 它每天 它很小的收缩 它不去锻炼 它就会慢慢的萎缩 你发现有的时候 摁着它的时候 会是一根钢筋一样的 邦邦你就摸到它 像这样拨了一样的 钢筋一样 就像摸到这个时候 摸到这种那样的肌肉 那你就去把它处理掉 硬的肌肉 肯定是损伤有问题的 那处理掉之后 要帮它去激活训练 你不训练它 只是松解它 它还是无力的 它还会找朋友来帮忙 我们要知道这个肌肉 它为什么会紧 是我们考虑的 紧不要问题 你说这个人赌博不要问题 它为什么会赌博 它为什么会吸毒 是不是 在家里没有地位 你要去找到它真正的根基 那产生我们腰痛的 不光是上面固定骨盆的 我们的骨二头肌 这是半肩半肌肌 它是怎么长的 它都是跨关节去长的 这叫跨关节的肌肉 肌肉几乎都是跨关节的 同侧关节的 在这一个骨头上去长 很少 几乎没有 也有不是没有 像冰 冰骨上肌 也会有冰骨上肌 它只是还是稳定 支持带和韧带 大部分我们去运动 产生运动肌群 都是跨活结长的 这个人来膝盖痛 这个人来膝盖痛 膝内侧痛 可不可以是这个 它本身有重大的空间 可不可以是这个肌肉紧张 让这个空间变小 它才产生疼痛 它的骨骼才会歪斜 那正骨可以 可以 但是这个肌拉力线 你不去改变它 我自己认为 这块空间还是小的 过两天还会回来 所以你像这些的肌肉 都是跨关节长 这是小腿上的肌肉 长在大腿上 小腿上的肌肉 长在大腿上 所以这个人来膝疼 关节疼 膝盖关节疼 我们会不会考虑 它大腿的肌肉 或小腿的肌肉 这么交叉了 它本身中间有空间 它突然间缩短 你这骨头没有空间去了 半夜半损伤 对吧 膝关节疼痛 半夜半损伤 而且这块 这能看上去吗 这是滑囊膜 这里边都有 是叫滑囊 滑囊产生的组织液 会帮助你去润滑 这块膝盖疼痛 一定不能做热服 也不能做冰服 它是你膝盖这块热了 看这个黄囊 它是你这块热了之后 它分泌润滑液 就像发动机一样 你热了 它分泌润滑液 让你能够有滑动性 你越热 告诉你越长 这块摩擦了 你摩擦才会起热度 所以你一旦摩擦 它就分泌 一旦热了 它就分泌 所以 它这块有些人 膝盖这块重大包 人高的冰下滑囊眼 肿胀 它是不是这块摩擦过大 它只要一有摩擦 它就会分泌东西 让它去保护它 别让它热了 你像我们做水电转 用电转去转玻璃 去钻一些东西 就包括我们打墙的水钻 它为了防止 钻头抹热 它会去加水 加水 帮它降温 就是降温的 爱就 一爱 今天爱完 明天总得更厉害 看一下脊肉 跨管界长的 不需要知道它叫哪里 知道这个原理 它膝盖疼 知道怎么去处理 找到大腿和小腿的肌肉 没有问题 想清了 它是关节间紧了 就可以了 肌肉 慢慢去挤 我都挤不住 有时候我还蒙的 很正常 所有的这些 腿部的肌肉 都是跨管界长的 腿外侧的 我们胆经 这块 核心膜张机 卡经术 也都是跨管界的 所有的肌肉 都是跨管界的 所以有些人来 我们做了 不光是腰 还是腰背 尾中球 在中心去讲 你所有腰背的 有问题 跟你这儿有关系 它跨到这儿 也会拉动 骨盆的歪斜 别考虑膝盖 它长到这块 膝盖肯定会有问题 它骨盆有没有问题 骨盆也会有问题 你像吞咬鸡的紧张 它会不会把你这个骨盆 直接拉向那边来 因为吞咬鸡 因为吞咬鸡长到这儿 它紧张会把你的骨盆 拉过来 是吧 狸状鸡会不会 把你脊柱拉弯 对吧 这个没有去看脊柱 中间是骨盆 这个长到这儿 会把你脊柱拉弯的 这是骨四头鸡 我们胃经啊 脾经啊都在这儿 有些人蹲不下 把这儿拉完就蹲下来 这个人来的时候 下蹲困难 你把这儿弄完 它下蹲就会 坐一刻拉伸 它就会好 这个是舌顶上恶 弯腰的时候 你要舌顶上恶 我们的壁口内外积 骨光肌 这个是打开了 这个就是掌脉骨头上 它会拉住你冰骨 膝盖疼痛 这个是中中之中 冰骨的滑动性不好 膝盖疼痛 所以你要考虑一下 它是不是有这块肌肉拉伸的问题 有些冰骨下不来 冰骨都是上移的 下移的少 也有 但是大部分都冰骨上移 冰骨上移产生这块滑动就不好 你关节屈膝 就是想 之后有问题 所以你要考虑 冰骨滑动 那这个是主要的肌肉 就这么一点 很深 压它很 那你现在别热骨上移 这个是我们的小钻骨 腰大鸡出来又长到小钻骨 小钻骨在左边 在这里面 大腿根部啊 这么鼓鼓嘛 小钻骨就长在这儿 扎针是要啪着扎的 那我们用手 有五六张纸左右 那么厚 但是有些人上肃是非常拉长 之后他就会紧张 抓在一块去绑定 他就不像头发三啊 一丝一丝的 他就会扎到一块了 他 你像筷子 一根就掰折了 他抓一把 他掰不折 所以 他懂这个原理 我们身体懂这个原理 所以他就保护在一块 所以我们身上的肌肉 侧面的肌肉 我们都可以看一下 我们腹肌 外面的肌肉 那外面肌肉 都是保护我们运动 大肌肉是帮助我们运动 深层的肌肉 小肌肉 你用手 几乎触碰不到 那间接或直接 让他去自己运动 会可以触碰到他 那这个 真是可以的 真是直接可以触碰到肌肉 但手法不行 手法 像我们老师说 我就瞧不起你们直接拿针的 你用针能扎到的地方 我用手 间接或直接可以触碰到 因为 他真的是 把这些东西理解透了 怎么去运动都可以 那我们 我把 我把 这些分了 很多的点位 和拉伸的方法 我再给他做一下 整体的 去手法 那大概的理念 我也没有讲太多 讲太多 你更疯了 是吧 对吧 你能够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但得需要你了解 你不了解 来人啪 你就按 那就废了 是吧 你腰疼来 按一圈 你得知道 他腰怎么疼 是吧 比如说弯腰疼 就是这个 特别是这个肌 这边 对啊 那 通过我说完之后 你感觉 你现在是哪里的问题 我感觉应该是 他腰他的吧 他腰 这样的 经常会这样 那边拉 因为我就不安 因为我坐车很不好 对到电脑 我还能有钱 因为 几乎是 不怎么钱 所有的人 来跟你讲 他都在跟你讲解剖学 我的姿势是这样的 那 他这样的时候 我要考虑 哪个肌肉收缩 哪个肌肉拉长 拉长的肌肉 时间就会保护 他就会疼痛 缩短的肌肉 肌肉是有记忆力的 72小时 所以我这边应该是缩短 缩短到的 哪里缩短 这个 你后背怎么会缩短 后背 有可能就比如我 你有没有这个姿势 你看我靠近这的时候 我是 是这么处的 我的肌肉会保护我 之后 我所有的这块都是被拉长的 你的疼痛永远不会在这 就在后边 这块是损伤的力量 对吧 你那块是拉长的 这是 缩短的 后边是拉长的 后边 后边是 要拉住它 拿根绳子 拿根绳子 拉住它 别让它过去 后边是产生 离心中缩的时候 所以你那块疼痛 跟你的坐姿有关 但那块疼痛会引发你 这里的问题 核心的问题 它扭曲了 这块开始又转动 所以把肚子挑完 你的肩胛骨可能会好 试试吧 你先让它 来 你是弯腰疼还是养腰疼 来 第一点问 是弯腰疼还是养腰疼 你哪里疼 哪里疼 那它主宿肩颈上边疼 你就上我的手吧 它主宿膝盖以下疼 我们没胶 肩周疼 我们也没胶 它这疼 这是哪块肌肉 就刚才我们看 大部分是卡雷疼的位置 对吧 这块疼痛 对吧 我们再看啥 看它的趋度 之后让它弯腰 来 弯下腰 对 趋度还可以 对 往下弯 疼吗 疼不疼 不疼 不用考虑它 手能不能摸绕地 手能摸绕地 其实这个肌肉 没有离心 它还要考虑开链和闭链 这个就有点难 摸不着地 不要紧 看一下这儿 看一下这儿 脊柱是弯子 这边高 这边低 对吧 它是这么弯的 S型弯的 对吧 对 所以这一点 我们就看成了 比如说弯 不用去考虑 这边高 代表啥 站起来 这边高代表啥 它经常这样 因为坐着水 这边是属的 哪边高 肌肉张力高 它往哪边歪 对吧 它往哪边 它经常会这样 那产生 它这样的情况下 它这块的鸡群 就是前面肚子 这个方向的鸡群 是不是没有力的 就是这边 这样 不是因为踩着吗 它往这边的话 这边不是拉长的吗 不是这边紧吗 哪边紧 它现在不是这样吗 你看啊 它衣服 来 你放松 你放松 我把它拽短 哪边紧 这紧吗 那这块是不是拉长了 前群是拉长的 它有几柱旋转啊 只要是有高低 它就有旋转 你先考虑它这旋转 看到 骨盆 你站正啊 闭上眼睛 把骨盆转过来 来睁个眼睛往前走路 看它身子回来了 看到了吗 放松 看到没 不是正了 看我 我们的骨盆 不管你怎么歪 我的眼睛要往前走 所以你走路 就是这样 我是有点太夸张了 但是它就是这个原理 你看它歪不要紧 它眼睛始终要保持正的 所以它歪的时候 你能看到一面高一面低 高低间 旋转有关 一面高一面低 松解哪边 松解硬的那边 处理它 无力的这边 拉长的也要处理 看 这边是拉长的 这块是缩短的 我这边往前了 这边往后了 这是拉长的 对吧 拉长的咋着 处理后边拉长的 处理前段缩短的 这样你把这块松开 它就回来了 后边再松开 它就回来了 有链条的概念 有旋转线的概念 躺床 你可以趴着吧 都可以 先趴着 如果这人来腰躺 我们先制标 再制摆 标在哪里 刚才可以看 忘了 你还得站起来 我就跟他说明白 弯腰不躺是吧 弯腰不躺 仰腰 这个 仰 疼吗 不躺 来 侧腰 这样疼吗 还好 还好 往这边呢 压在这边有点疼 压在这边有点疼 压在这边疼 压在这边疼 疼往前